依協商共識保留條文宴會進行處理前 由各黨團推派兩人 依時代力量黨黨團 民眾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順序輪流發言 每年發言時間三分鐘 發言完畢後 各該保留條文均不再發言 並依上開黨團順序 進行各保留條文 黨團板貶值處理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首先請王委員 婉鈺發言 跟蹤騷擾防治法歷史十年的倡議 今天終於來到立法院表決的這一天 我們知道跟蹤騷擾的案件 在這十年當中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從台大宅男傷害前女友的案件 刺心男大生砍殺學妹 直到最近的屏東通訊行的命案 一件一件的悲劇不斷的重演 因此我們的立法必須要競速 但是同時也應該要從被害人的需求 社會安全網的完備的各種面向來通盤考量 讓跟蹤騷擾法能夠真正的來保護被害人 而不是讓立法的美意大打折扣 首先我認為 被害人受有跟蹤騷擾的行為之迫切危險的情況下 應該要及時的劃出明確的行為界限 得到保障的需求 而不應該強求所有的狀況下 都應該要先有書面告誡 才能申請保護令 因此反對行政院版的第五條 也希望各位能夠支持時代力量版本的第六條 當被害人受到跟蹤騷擾的行為 而有迫切的危險時 至少應該也要跟家暴法一樣 讓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縣市各級主管機關 得以申請緊急保護令 而緊急保護令的權責在於機關 就可以避免掉腐爛申請的問題 第二 作為利害關係人的被害人 能不能在書面告誡進行救濟以及如何救濟 對被害人的權益有重大的影響 在行政院的版本下尤其是如此 因此為了避免爭議 應該要將此明文規定 被害人在警察機關不同意發出書面告誡時 可以進行的救濟管道 而且如何在救濟的部分 救濟的程序如果沒有特別的規定 而是依照書院法或行政訴訟的原則規定 可能就會耗費太多的時間而緩不及其 因此也應該要特色減速的救濟程序規定的必要性 我們希望各位能夠支持 時代力量版本的第五條 爭略的第五條 我們規定被害人得於書面告誡不合法的通知下 宋達的隔日起三十日內以書狀續免理由 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 向各地所在的法院提出聲明議議 時代力量版本 希望各黨派在投票之前能夠慎重考慮 我們希望根燒法終於能夠來到這邊 但是更應該完整的保護所有人的權益 我們也希望應該要確實遏止後面潛在可能的加害人 並給予可能受到跟蹤騷擾的人們 有一把真正有效的保護傘 相關的各項權益和各項保障 不應該被限縮 也不應該被打折 而只為了通過根燒法 所以我們覺得很感謝 終於大家各黨團的持續的協力之下 召開公聽會以及多次的黨團協商 終於讓這個法案到這邊 但我們希望在法案的推動的過程當中 也更應該更全面的一起來保障 不應該有所限縮 或應該不應該有所妥協或犧牲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繼續請賴委員相提您發言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立委同仁 我想很難得在第九屆的未進之功 今天終於第十屆 我們能夠針對跟蹤騷擾防治法 能夠進行刪讀 那在相關的這樣的時刻裡面 部分條文遭到保留 其實在政黨的協商 或者是在委員會中 各方都已經提出了完備法制的一個方向 就是希望不要限縮在性與性別的這個框架之下 我想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非常多的這個刑事的案件來講 如果我們自己限縮他的這個處理的範圍 相當的保護就是不夠 相當的疏漏就可能發生無可挽回的這個這個傷害 所以在今天的這個表結前 我們還是希望重生 我們國家對於這個跟蹤騷擾法 這個特別的這個刑事犯行呢 限縮在性與性別的框架之下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跟不解的 如果我們要周全國家的社會安全網體制 我們對現行的非常多新形態的犯罪 是不是有跟上 特別以網路媒介 反覆傳送老人訊息 或濫用散發個資造成的一些無可挽回的傷害 此步法是為了要預防他的犯罪 預防他的傷害 而不是限縮在某種犯行之下 才能夠來報案 才能夠進行後端的書面告誡 保護令以及刑事的起訴 第二個我們希望 在這麼多的這個工作分配執掌之下 如果一個新法上路 必須要考量周延的人力配置 反而是在執法 以及相關的這個執行面上 配增人力增加預算 而不是倒過來因為現行的人力 因為現行的作業 而使得我們在修法上面卻不 修法上面落後其他國家的這個 這個進步的這個時程 最後我相信很多的個案都是 整個制度面裡面的冰山一角 如果我們今天對於跟蹤騷擾的行為 還是只限縮在性與性別 那非常多透過不同的形式下面的犯罪 我們就失之更多的經驗 以及防治的能力 所以對國家整體來講 如果在這次跟蹤法的第三條 能夠把性與性別的字眼刪除 而在執行面上 讓人力以及相關的經驗 累積在國家的治安防治上面 會是重要的法案 也是成功的進步立法 請各位委員多多支持第三條的修正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繼續請林委員師民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是跟蹤騷擾防治法即將刪讀通過的日子 我的感觸特別良多 跟蹤騷擾法在2018年就出過內政委員會 但是進入宴會協商之後 警政署表示人力不足 沒有共識而導致協商未完成 但是去年發生長榮女大森的命案 平通通訊行女店員遭到男子傷害的事件 跟蹤騷擾防治法才又開始被社會大眾廣淡的討論 也正因為如此 在本屆第三會期 我擔任招委開始 我不斷關注跟蹤騷擾防治法的立法 並且在委員會當中連續排審 也因為立法院内政委員會 以及各位委員部分朝野黨派 大家都有一致的目標 都希望能將跟蹤騷擾防治法的草案完成審查 才能讓高達二十多個版本的提案 我們快速整合為四個版本 逐條審查後順利進入協商 在內政委員會協商完畢 昨天我們院會由院長召開協商 今天進入三讀 我在這邊要說的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們一直堅持跟蹤騷擾 不應該受限於性與性別有關的愛恨情仇的行為太樣 在政院版草案跟蹤騷擾的行為構成要件中 納入必須與性或性別有關的限制 將導致被害人在舉證上有困難 警方難以執法 可是執政黨最後仍然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 堅持要納入性與性別有關的限制 其實性與性別有關的用語 其實是很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司法院他也贊同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且跟蹤騷完全無法跳脫性與性別的框架 這是一部限縮保守的立法 我自己本身是法律出身 我們在比較法上面 實際上其實也很少看到限定性與性別有關的構成要件 因為內心動機的要件是難判斷 如果因為動機難以判斷 就會讓執法機關感到困擾 也因此如果今天把這個框架限制住了 可能將導致整個案子難以取得證明 或者是因為不是與性與性別有關 而難以受到現行跟騷法的保護 更令人擔心的是 若是真的發生跟蹤騷擾的情形下 受限於跟騷法規定必須是性與性別有關的要件 再向警方報案求助的階段 可能認定為構成要件不符 經過簡單調查就不予處理或移送 進而導致錯過執法的黃金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同仁支持國民黨的版本 將跟騷擾法 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官委員避臨發言 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官委員避臨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2021年我國性別平等保障被評為全球第六名 亞洲第一 今天我們再度通過一個進步的立法 跟蹤騷擾防治法三讀 向性別暴力說不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又是在本會期通過的第一個法案 我希望我們能夠放下成見 用驕傲的心情來迎接這一刻 反對黨認為我們的法案 以性與性別為界限是無法接受的 但是這個法案我們為的是要用所有的能量群策群力 對四高案件絕對保護 四高案件就是發生率高 恐懼性高 危險性高 傷害性高 這四高的案件 我們窮盡一切滴水不漏的絕對承接絕對保護 來避免傷害 性與性別或性別暴力 在C道公約的定義裡面 其實事實證明已經十分寬廣 各國根騷法實務經驗已經證明 保護的對象不限婦女 而是擴及各種性別 例如男性的歌手被狂熱的粉絲騷擾 就是屬於典型的情愛妄想類型的性別暴力 是這種案件也是受本法保護的 如果我們不以性與性別做界限 而包山包海要保護所有的根燒 我想請問各位 行車糾紛 債務糾紛 鄰履結怨 網路酸民 徵信業者的騷擾 電話的推銷 難道這些的保護 是社會所期待 專法要保論的案行嗎 絕對不是 請大家放心 今天修法通過之後 我們的警戒會在第一線的派出所分局的偵察隊 跟附右警察組成一個保護鐵三角 他們對於性與性別的性別暴力的案件已經相當有經驗 109年處理的相關案件已經是108年成長了50% 我們相信警察肯定本法就是肯定這個保護的鐵三角 我們給他們鼓勵 我們給他們信任 今天根燒法三讀 我們可以大聲的向性別暴力說不 根燒法三讀 向性別暴力說不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官委員 繼續請修委員的顯示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在十多年來 許多的民間團體 婦女團體 在立法院的奔走 以及這麼多的被害人的犧牲 台灣終於走到今天這一步 要能夠立一個跟蹤騷擾防治法 那這個跟蹤騷擾防治法 事實上已經曼世界各國太多太多了 在美國加州1990年代的時候 就已經制定了世界第一步的反跟蹤騷擾法 美國聯邦政府在1993年 就制定了反跟蹤法模範法典 現在美國各州也早都已經制定此項的法案 日本在2000年制定了糾纏騷擾行為規制法 而德國在2007年也在刑法第238條 針定了跟蹤騷擾罪 以防範糾纏的行為 那我們的跟蹤騷擾防治法 實在是讓黨團認為 有許多這個方面還是有不備之處 首先第一個部分 當然就是大家都提到的 限制在性跟性別的這個構成要件 那這個構成要件必須要從行為人的主觀內心的動機去做觀察 所以當被害人來到警察機關 告訴警察說 我有被人家跟騷擾的時候 跟蹤騷擾的時候 他要如何能夠去舉證證明說 這個行為人內心的動機是根據性跟性別 所以這會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認定上的困難 那因為這一個 按這個構成要件已經狹隘的情況之下 第二個層次是在討論說 到底被這個被害人被警察拒絕 核發書面告誡之後 他能不能夠有一個救濟管道 其實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警政署長回答得非常清楚 警政署的立場就是希望 在不核發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救濟停留在警察的系統裡面 那這個當然是時代力量黨團非常反對的一點 我們希望至少讓這些被害人 在警察沒有辦法核發書面告誡 沒有核發書面告誡 就沒有辦法進一步得到保護令的情況之下 至少有一個最起碼的救濟管道 那今天我看到執政黨的黨團的修正動議裡面提到說 如果這個行為人或被害人 對這個書面告誡或不核發書面告誡 要救濟的時候 向警察機關的上級機關來救濟 那請問這個上級機關是什麼 所以這個救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說 時代力量黨團 堅持就是認為說 應該要有一個緊急保護令的限制 保護令的這個核發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這樣的一個法案 能夠讓他可以 謝謝區委員 繼續請張委員齊錄發言 院長還有我們各位委員 我想其實今天即將要審議整個根燒法的這一次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刪讀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知道經過一波多折 事實上我想這個社會上對於這件事 其實有很大的這個期待 因為其實從過去 我們最近的比如說像 這個今年的4月屏東發生 這個通訊行女電員 遭受這個根燒而後殺害的這個慘劇 甚至是之前還有這個馬來西亞 女大學生遭到辱殺的這些事件 其實事實上這個台灣在這一方面的這個立法 早就落後國際長達20年以上 那甚至其實像一些像先進的國家 不管是美國加拿州 他們在1990年就制定的這個反這個跟蹤法 那日本也在2000年有這個制定這個 騷擾行為這個規制法等等 事實上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這個必須的立法 因為事實上我們也根據我們真正 真實這個警政署的這個統計 每年台灣這個陷入被跟蹤 這個恐懼的人數都高達8000人 這個甚至這個糾纏騷擾的這種事件是25000件 那當然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這個對於這個社會上的這個很重大的這種這個事件 或者是對我們個人安全的這個問題 不過當然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比較我們覺得一直很可惜就是說 其實現在執政黨的這個版本 或者是院版 就一直比較限縮它這個範疇在於 性與性別有關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還是覺得說 在這樣子的這個限縮下 確實就會把這種的樣態 因為有很多時候說實話這種跟蹤騷擾 也未必只是因為有跟性有關 那但是加入這樣子的一個限縮之後 其實對有一些這個可能的犯罪的樣態 譬如說假設你如果是欠錢 那也去做這種事情 但是他就可能無法說跟這個性跟性別等等 直接有牽連直接的關係 那像這樣子的樣態 反而就等於是被排除適用 所以其實這個對於整個國人的保障 還是有點違得不足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 其實說 當然我們也知道 經過了這麼多次的這個 討論跟這個協章之後 可能行政院這邊或者是執政黨這邊 還是相當的堅持 比較限縮版的這樣的立法 我們還是覺得相當的可惜 那總之這個法是對於國人而言 是相當的重要 而且每一年都有發生相關的事情這麼多 我們還是希望在整體的這個立法上 最終在這個大院院會這邊 還是能夠考慮 我覺得說 既然已經花了這麼多的工程 而且我們也必須要追上這個 國際先進國家的這樣子立法力 那我們其實還是應該好好的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法修好 而不是把這個法修了半套 甚至造成就是說 這中間還有更多的這個疑義 那以上 請大家能夠支持這個 我們向民眾黨提出版本 謝謝 謝謝張委員 繼續請A委員玉蘭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行政院版的跟蹤騷擾防治法草案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 應即開始調查製作書面記錄 第五條第一項則規定 民事保護令需要等到警察機關做出書面告誡後才能申請 行政院版第四條的立法理由第二指出警察機關的調查是刑事偵查 書面告誡將提供未來檢查機關或民事保護令的程序參考 有關保護相關規定是依循民事訴訟程序 但是如果違反第三條的跟蹤騷擾的犯罪行為 必須要移送檢察官偵查一部法律 竟然有三種程序也算是奇觀 行政院版的草案 對於警察的告誡將來應該要如何尋異議訴願 還是行政訴訟來救濟沒有明定 警察的刑事偵查全部依照刑事訴訟法程序進行 但告誡程序卻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 告誡應該如何定性 如果定性成為事實行為 因為非屬於行政符分 將來要如何訴願 書面告誡是否合法 是否應與撤銷 最後由行政法院來決定 警察機關對於違反跟蹤騷擾第三條所列的行為人 移送偵辦 是否起訴判決或判決有罪 是由檢察官和法官來決定 如果法院判決與檢察官起訴不起訴的處分 或者是刑事法院法官判決結果有所不同的時候 發生了裁判矛盾的情形 究竟應該要以誰的認定為準 政院版的跟蹤騷擾 防治法的制度設計混雜 行政調查程序與刑事偵查程序 這事將要導致程序混亂 矛盾 而且會分歧延宕 也會違反各界因因其盼的警察 需要及時介入 讓被害人得到立即跟迅速的保護 國民黨團的第四條第一段 明定書面告誡不得以刑事告説為限 第五條又把警察書面告誡和保護令脫鉤 這樣子的保護才能夠在第一時間 提供加害人制止與被害人保護 能夠避免行政院版的執法災難 請大家 好 謝謝葉委員 繼續請換委員雲發言 大家好 跟蹤騷擾防治法 是一部許多受害人等待已久的重要法案 也是我和多位民進黨立委 還有婦女團體 今年婦女節 共同宣誓我們的優先法案 在大家持續的努力下 今天終於進到院會審查 非常的不容易 我要說 這一次行政院提出的版本 比之前更為前進 針對最需要保護的性別暴力 跟騷的受害者 讓警方可以介入協助 與核發書面告解 在行政院版的基礎上 我們和多位民進黨立委 則針對不足之處 努力完善 即使保護被害人 免於被跟蹤騷擾的恐懼 跟給他完善的支持 是我和多位民進黨立委的目標 因此 我們納入婦女團體的訴求 提出了許多修正動議 及附帶決議 增加 第一點 設置跨部會 含專家學者民團的防制 跟蹤騷擾 推動諮詢小組 第二點 強化書面告解 與增加申訴管道 明定警方應該在受理報案後 立刻介入調查 保護被害人 告誡行為人 根據日本統計 這樣可以壓制八成以上的犯罪 搶時間保護被害人 是最重要的目標 相對於台灣現行家暴保護令 需要法院核發 常有核發時間過久 或審查標準過言等問題 我們也針對 如果警方不核發書面告誡時 能夠有快速回應的申訴管道 第三 我們增加了跨部會的整合 讓設政衛生教育主管機關 提供被害人保護福祉 身心治療諮商等 在我們跟政黨多次的協商中 大家應該慢慢的釐清 所謂性和性別相關 是指被害人自己的感受 加上客觀證據 絕不是像某些人誤解的 只聽行為人單方面說詞 行為人說自己不是追求 警方就不受理 希望大家不要再傳遞錯誤的資訊 跟騷法最早就是婦女團體 針對性別暴力的訴求 我們的版本八種樣態中 已經把性或性別相關的樣態都納入 是最大化保護犯罪中 最需要協助的性別暴力受害者 最後我想提醒的是 這部法律是刑法的特別法 所以必須非常謹慎確認範圍 避免造成民眾及執法上的疑慮 懇請大家共同來支持 民進黨版的跟騷法 放下旗艦 讓我們亞洲已經是 性平No.1的台灣 性別保障再升級 向性別暴力說布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煩委員 報告原位 各黨團推派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 進行保留條文處理 謝謝大家